1. 谢娜张杰和谢娜认识的时候,他还只是个空有音乐梦想的穷小子,而娜娜已经是湖南卫视的综艺艺姐了。 张杰虽然曾在《我行我秀》上获得冠军,但是事业并不顺利,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没有一个通告,只能一个人在家,唱歌给自己听。 歌迷陪她去KTV唱歌,迫于经济上的结局,最后还是歌迷满的单,而娜娜看到了张杰的宽破,也看到了张杰的才气,所以,她不以与力的去帮助她。 在他们还只是朋友的时候,她陪着张杰从快篮的海选一直走到决赛,每一场比赛都惊着心。 而当被传出了他们借地恋的消息,被大多数人看衰时,她还是顶着压力,坚持在总决赛的时候和张杰虎舞,助力她获得当年快篮的第四名。 两个人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可又放不下对方。 毕竟,遇见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实在太难了,还好,最后两个人靠着这份到死都要爱的执着,携手来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谢娜曾说过,有一次我们俩一起靠在沙发上,她问我要多少钱才够结婚,二十万够不够? 她对我说,等我赚够了二十万我们就结婚,那时,我就在心里默默祈求老天,快点让这个男人赚够二十万吧。 而张杰也一直用着拼命三郎的精神去努力,总算没有辜负那那的希望,让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张太太。 谢娜和张杰结婚后,大家的视线就宠,催婚转到了村生上,记得前几年,谢娜吃胖了一点。 或者穿戴宽松点,都会被爱界传言说怀孕了,甚至小肚子瘦回去一点,还会被传食流产。 这对于谢娜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后来她终于怀孕了,网上也都说是做的是管婴儿。 其实不管是与不是,我相信谢娜为了怀孕,肯定也是没少遭罪的,毕竟是高龄产妇,还怀的双胞胎,其中的艰辛都可想而知。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飘摇后,这对小夫妻的生活总算越过越好,现在更是变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谢娜曾情首写下一封信,给张杰来表达自己的感谢。 她说,因为彼此,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 二,霍思燕很多人认识霍思燕,都是在2005年主演《欢天喜地气仙女》的时候,但大家都不知道,其实霍思燕最早的作品很借地气。 凭随张当民的幸福生活,才是她进入娱乐圈的第一部作品。 她在剧中饰演善良、寡言沉默的张大雪。 霍思燕出生于北京市海电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2003年,霍思燕首次担任女主角,与邓超、潘红、豪磊合作主演古专情感剧《少年天子》,饰演乌云珠。 她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六年之久,才因为我要成名入围金像奖最佳新人,受到广发关注并成名。 不久后,灯红的霍思燕与杜娇的恋情一曝光,就引起不小空洞。 很多人一问卫时,某霍思燕会跟不知名的小人物谈恋爱,反而是后来嫁给杜江之后,路人员又慢慢的回来了。 主要还是杜江跟儿子,嗯,哼在《爸爸去哪儿》的节目上,收获了很多粉丝。 说起来杜江跟霍思燕走在一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要不常言到有缘千里来相会呢? 杜江趁,我第一次见她是2006年,当时我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跟她同一个宿舍的郑凯,在墙上踢了一张我要成名的电影海报。 女主角是霍思燕,她毕业进入娱乐圈后,才通过朋友的关系第一次见到霍思燕,令她惊喜的是,霍思燕后来表示对她也有好感。 于是水到渠成,两人在一起了,杜江书生于湛东西南一个普通的家庭,出道后几年她的名气一直不算很大,但对待霍思燕来说,确实非常的不错,就拿她求婚的时候来说吧。 杜江在自家院子里扑了一叠的瓷砖金城或瓷叶的名字,每一块瓷砖上都是杜江自己亲自设计,里面有着两个人一路走来的说过的甜言蜜语,这个辽媚技能满分了。 如今他们一家也非常的幸福,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三,杜晴晴陈建斌毕业于中戏,杜晴晴毕业于北影,同时演员的两个人,也是英系结缘的一对夫妻。 在拍摄《潮家大院》时,演戏都很认真的两个人,因为对表演产生分歧争论了不止一次,拍完之后就争出了感情。 2005年,两个人拍完《潮家大院》,到2006年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两个人的结合,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 对,杜晴晴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自己的父母当时特别不理解自己为什么选择陈建斌,那时候的陈建斌,其貌不扬,也没什么名气,也没有经济实力。 杜晴晴的父母不知道女儿看中了他什么,另一边陈建斌的父母也有担心,因为觉得杜晴晴是大明星,担心他架子大,不孝顺,两个人不顾父母的反对,还是结了婚,最终证明他们的选择都是对的。 婚后的陈建斌,事业一路攀升,先后接演了《新三国》、《后宫甄嬛传》等热播剧,孩子编自导自演了一个勺子。 这部电影也让他获得了金马奖的影帝和最佳导演,金鸡奖的最佳新导演。 而蒋晴晴婚后,则减少了演艺工作,把重心放在了照顾家庭上。 事实证明,双方父母婚前担心的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在2006年两个人刚结婚之后,陈建斌凭借乔家大任获得第二十三届中国电视金银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 现场陈建斌留着泪称,蒋晴是最伟大的妻子。 在上榜谈节目时,陈建斌也说,蒋晴晴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从野兽变成了人。 陈建斌和蒋晴晴结婚十几年,很少看到他们秀恩爱,但是一旦秀学恩爱来,也是我们普通人学不来的方式。 陈建斌看起来挺粗广的,但是其实是个文艺中年,平时没事就喜欢给讲,钱钱写写写诗,现在了一家宿口也是很幸福呢。 四,红兴红兴应该很多人一看脸就想起来了,毕竟在香港娱乐圈繁荣的时候,红兴也是当红小花之一。 而张丹丰,则是他和穆少聪离婚之后二官的丈夫,虽然和红兴的名气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张丹丰的知名度也是有的。 张丹丰在拍摄《玩花千古》之后人气飙升,被无数观众所属至2004年,24岁的张丹丰和红兴合作我愿意相识,红兴比张丹丰大十岁。 张丹丰经过几年穷追不舍,终在2008年报得美人归,两人携手步入婚宁典堂。 2014年2月4日,张丹丰的妻子红兴带下女儿张西桐,看到张丹丰和红兴这么恩爱,网友说又相信爱情了,相差十岁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注定要经历诸多悲意和坎坷。 然而,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没有将他们分开。 8年过后,他们爱如初恋,2015年4月,张丹丰在参加上海东方卫视真人秀,跟着贝尔去冒险时,多次流露对妻子红兴的爱恋,现杀旁人。 有人说张丹丹丰为什么要喜欢红兴,因为张丹丰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红兴的性感就像一个女汉子,特别会照顾人。 红兴和张丹丰结婚之前,和墨少聪未婚生子,墨少聪才谈起红兴时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红兴像天上的凤狂,高傲自大,而现在的红兴就像天上的海燕一般,无忧无虑,嫁给张丹丰,可以让他感到做女人很幸福快乐,这就是甜蜜的爱爱妻。 同时,张丹丰对红兴和墨少聪的儿子张浩丰,也是爱戴有家,墨少聪儿子张浩丰已经和张丹丰差不多高了,十分的帅气。 红兴早前在采访中也提到,两人刚交往时张丹丰费尽心思,苦思明想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老白金和东魏特产,如此傻愣愣却腐蚀的追求公事恐怕也只有张丹丰才能想出来了。 虽然是姐弟恋,虽然相差失岁,但自从和红兴结婚以来,张丹丰就非常的疼爱红兴,果然印证了年龄不是问题只在乎你情我愿,希望他们能永远幸福下去。 五,郭爱宁刘青云在香港的DV是超胆的,1964年出生的她见证,并参与了整个香港娱乐圈的发展和壮大,并多次在业内获奖。 郭爱宁是一个毕业,与美国男家大的高学历美女,后参加港界比赛脱颖而出获得冠军,不久后就和TVB签约成为西夏演员,颜值实力俱佳的郭爱宁一出道,就获得众多片约成为当红女星,而在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爱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1999年的时候,刘青云和相连了七年的郭爱宁结婚,郭爱宁1967年出生,1992年的时候开始拍摄电视剧,参演第一部电视剧《大时代》的时候认识了刘青云,由此两个人参出了爱情的火花,从此相恋,直到1999年结婚,两个人恋情的开始是刘青云追的郭爱宁。 当时的,刘青云只有出中文凭,之前一直在剧组做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而郭爱宁,无论是哪个方面,都比刘青云好上太多,甚至刘青云之后表示自己的太太当时的专业是做什么的都弄不清楚,后来她也凭借实力一步步往上攀爬,后来得到了影帝的称号。 但是在刘青云鼓起勇气,带着满满的诚意向郭爱宁表达出心意之后,还是收获了一生的幸福。 不过,刘青云和郭爱宁结婚快20年了,却至今连个孩子都没有,这一点实在是让很多的网友们无法理解。 其实在香港结婚,不要孩子的夫妻有很多,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不过当初刘青云回答过这个问题,她说别人都说要个小孩,是为了要夫妻两关系更亲密,而现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已经够亲密了,所以没必要再要小孩子。 郭爱宁如接手的云开建月明成为影帝老婆,实在是不容易。